你只要在做封店 或者是网店都一樣 你只要有碰到 跟文化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那你就必須要得到 相關部門的一個許可 文化部這個也可以 業者彼此之間 可能我們認為 可能就是彼此業者之間 大概有在傳聞說 他們要通過這些競標的流程 必須要先探測水下文化資產 要順利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但是這個水下文化資產的調查 必須要經由文資局水下科通過審查 那業者之間可能就是有在傳聞說 這個水下科的科長 可能屬於 比較屬於某一家公司 來製作這個調查報告 而該公司做的調查報告 比較容易通過審查 彼此業者之間有這樣的訊息 那有檢舉人就認為說 這樣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水下科的科長有向該公司所會 而且藉此來施壓這些開發業者 所以有向相關的部會提出檢舉 那我們收案之後才開始著手調查去分析 這些水下科科長他個人的一些往來 一些金流資料 然後發現說的確可能這些金流有些異常 然後我們才據此發動搜索 然後約談相關的這些公司開發業者 來向這個製作公司的盟地公司 來索取賄賂 來藉此護航盟地公司所製作的調查報告 大概案情是這樣子 那這個科長的金流是可以看到 是往哪裡會有在往上嗎 因為如何知道是一個科長 可以這樣織首遮天 科長他到案之後 他一開始是否認說有向廠商收賄 然後我們就是向法院申請羈押獲准之後 這個水下科長他也願意坦承配合說 他除了一開始的調查報告案件當中 他有向廠商收賄以外 他也有利用辦理這些水下儀器的採購案件 也是向廠商 特定的廠商來鎖匯 但至於說他所提到的 他向這些廠商所收取的金流 他雖然說他有另外流向其他共犯的手中 但是這部分我們當時就是 依照科長的供訴 我們還是有後續深入調查 但是我們並沒有調查到 確切的相關事證 從人員的供訴上面 是沒辦法證明說 他所收受的款項有流向他人的情形 那他是比較選擇在星巴克廁所裡面交錢是嗎 這個據他自己的說法 就是因為他據交通便利啦 因為他平常工作地點是在台中 他是利用北上開會的時候 跟廠商約在這些場所見面 另外可能他也擔心說 就是為了掩人耳目啦 所以才挑一些比較隱密的地方 來做交款收受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機制 他單價可能會隨著逐年的遞減 所以等於說這些產業 越早盡早投入開發的話 將來的獲利可能會更大 而且是保證獲利 就是有一個穩定的收益 承辦這兩個個案當中 我們會發現說 因為業者在這樣一個有利的基礎之下 那可能引起地方的民意代表官員 甚至中央部份的公務員 認為是有機可乘 有利可圖 然後才採取這樣一個不法手段 來勒索或者收賄 那業者或許也是考量到說 他們即使花費這樣的一個勒索的款項 或者支付這樣的匯款 對他們來講的話 跟他們未來的收益 可能兩者相比之下 可能還有相當豐富的獲益 舉這個代表會主席來看的話 他也許他的作為或者他的不法所得 會比一般黑道勒索來的可惡 或者金額來不高 可能就是背後 因為他憑藉著是 他是民意代表的身份 那廠商也是忌憚他這樣的地方上的影響力 所以才會被迫接受他所提出的條件 所以相對於一般黑道 可能採取其他一般常見的勒索的手段的話 也許對廠商來講 他的害怕心理畏懼的程度不會那麼高 那他也不會 可能也不會願意甘願支付這麼高的金額 來擺平這些事件 但是因為本案當中代表會主席 他是藉由 他本身雖然是白道 但是他可能藉由他的權勢的影響力 甚至結合地方黑道勢力 這樣無形當中 可能他的惡性跟破壞的力度 力道會比一般的黑道更為可怕更為嚴重 這個是文化部的水下文資局的官員 他所收匯 但他只成了172萬元匯款 法官他現在判他三年八個月 那業者賄賂的業者姓譚 是兩年的徒刑 那法官怎麼說呢 說這個蕭民兵身為國家高階文官 不思連結致辭 循私枉法嚴重強害官徵 判三年八個月 就是大家在想說 光電怎麼會跟文化部有關 風電怎麼會跟文化部有關 所以它都是相同的狀態 因為我們的國家運作是這樣子 你如果說在做開發的時候 只要碰到一些古蹟 或者是有些文化資產保護相關的標的的時候 那你就必須要得到相關部門的通過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所謂蕭民兵就是我們那檢察官 他已經把他判刑了三年八個月 已經被判刑了 那我這邊調了一個 他們被判刑之後呢 我調了一個監察院的一個彈劾文 一個是局長 一個是科長 那他們兩個都被彈劾了 局長也被彈劾了 對 局長呢 他也是相關人 那他這裡面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局長也會被彈劾 就是說當時呢 這個蕭民兵他已經離開了 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後來呢 在一個他們空窗的時候呢 這個局長又叫他回來 擔任這樣的一個業務的工作 秘書式的工作 主管這個業務的工作 那這個單位呢 我跟大家講他很長 他叫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古物遺址主水下文化資產科 所以蕭民兵就是這個科長 哦 科長回來當科長 科長的名字就是這個科長 坦白說他們都不算是 高階的一個人士 一個科長 蕭民兵 那他的做法就是說 你要來這邊去做的時候 我就一直暗示 你要去找哪一家廠商 那他就叫他去找哪一家 就找到了蒙地這家廠商 那個資料是哪裡來的 我們是從監察院的 彈劾報告裡面 調出來的 我們來看他風場 包含 包羅萬象 彰化西島福 方福 海二席 海能 海龍二號 這都是在苗栗 這個張兵 張雲嘉的外海 竹豐 海峽28號 海峽27號 然後總價呢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零五萬 包含報價一百萬跟稅金五萬 還有這 總價都一百零五萬 來 我跟麗音特別報告一下 大家看這個部分的時候 尤其說盟地公司收受各工廠 報酬一覽表 感覺好像是他正常的業務所得 那其實就是按照 彰化地檢署的調查資料來說的時候 這些並不是單純的 執行業務所得 對 而是說他這邊可能說 跟他們所會的金額 其實是有關的 那所以說這些錢 並不是這個盟地 他幫人家去做這評估 收得那個業務所得 九百多萬 而是這個錢的時候呢 可能最後就會流到 就是檢查安全的 涉及部罰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並不是說 盟地它就是只用了 這個東西去執行 跟這麼多的廠商 去服務 收取的費用 而是這些的款項 可能都涉及到了 相關人事的步伐 涉及到行賄的一個部分 是